1959年 爱德写了一个名叫放荡女王的悬疑犯罪类剧本 一个名叫罗伊·李泽的制片人表示愿意投资 经过修改 在1960年被定名为邪恶的冲动 因为当时戏曲可可的惊魂记刚刚上映并轰动美国 而邪恶的冲动的概念与惊魂记有一些相似 所以该片能够拍出来很大程度上是沾了惊魂记的光 该片的预算只有可怜的2万美元 这也是爱德伍德的专用摄影师威廉·汤姆森的最后一部作品 不过当时已经70岁的汤姆森有一只眼睛也就失明了 本片的开场是一个姑娘被变态色魔德克先见后杀 警方怀疑这个罪犯是个有严重暴力情形的性变态 而且可能是因为毛片看多了导致她犯罪 接着场景转到了一个毛片片场 影片拍到一半就被警察断了老窝 这两位警探以迷之表情缴获了大量的毛片 但警局的扫网行动却遭到了本地商人的抗议 因为商人们觉得把纳税人的钱拿去扫到毛片完全就是浪费 应该更加集中的去解决青少年犯罪和帮派暴力问题等等 警察和商人解释毛片和犯罪的关联性 并给商人看了被害者的照片 并问商人是否也有女儿 商人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就停止了抗议 场景又转到了一个名叫格罗利亚的女人家里 一个叫约翰的男人跑来提醒格罗利亚 说最近你要小心点警察开始打击淫秽之品了 前阵子想敲账门的姑娘已经被德克做掉了 格罗利亚听了以后拿出一大堆SM照片给约翰 让他继续卖给高中生 酒吧里一个毛片代理人正跟酒吧老板商量价钱 四摸小哥德克在外把风 老板对最近的毛片很不满意 说这点东西我们这里几乎所有男人都人手一张了 赶快来点新货 此次两个小青年起了争执 在酒吧门口决斗 其中一个是由艾德伍德克成的丹妮 俩人缠斗到一起后就开始各种爆摔打滚挥拳扫腿 艾德伍德电影生涯中最精彩的打斗 居然是自己刻唱的一个片段 而这个片段来自于艾德伍德的另外一部 没有完成的电影《摇滚地狱》 这个片段也在电影《石石鬼之界》的开头用过 德克饶有兴趣的看了一会儿后就打电话抱着警 兜者和微博群众一哄而散 格罗利亚和约翰在家里观看自己成长的毛片 并提到了德克最近越来越不受控制 似乎是毛片刺激了德克的授予 果然在公园内德克杀死了跟自己约会的姑娘 然后每次谋杀后 这两个二比警察就一脸茫然的看着毛插现场的照片 并探讨一下毛片的危害 他妈的每次色魔都是大白钱在公园行凶 你随便去蹲手个几天色魔早他妈就落网了 约翰在办公室面见了一个叫玛丽的姑娘 这个女孩以出色的成绩在虚剧学院毕业后去好莱坞打拼 但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现在已经穷空潦倒了 约翰说自己是一个导演 可以给他提供角色并愿意先支付薪水 天见的玛丽就这样相信了约翰 并在电影开拍前就花掉了约翰给的薪水 在影评开拍时 玛丽才知道要拍的竟然是毛片 在约翰和格罗利亚的威逼利诱下 玛丽只好同意拍摄 在格罗利亚家里蹲坑的色魔德克 等新的色情照片到了以后 就从格罗利亚家偷走 看了照片以后就跑到过边去杀人 这次德克杀死了一个喂鸭子的姑娘 德克逃跑时将照片遗落在了公园 警方根据照片上的指纹发现了匈奴的身份 此时还泄露给了新闻媒体并报道了数据 格罗利亚的幕后老大发现此事后 命令格罗利亚铲除德克 而德克此时继续潜伏在公园内准备杀人 被男扮女装前来钓鱼的警察逮住 此时约翰突然出现将警察打婚救了德克 并给了德克一台车让其逃跑 但车已经被约翰动过手脚 准备让德克死于意外 但德克在中途跳车躲卫一劫 并回到格罗利亚的住处准备复仇 约翰在得知事情失手后去东施格罗利亚 而格罗利亚决定先杀约翰灭口 就找街口回卧室换衣服 此时德克闯了接连 干掉了约翰 并关掉了灯准备接着杀掉格罗利亚 格罗利亚回到卧室取了枪之后 就出门直接射杀了德克 但格罗利亚以为自己杀掉的是约翰 于是格罗利亚报警 谎称德克闯进了宅子 杀死了约翰后逃走 警方就让格罗利亚在原地等 不要动案发现场的任何东西 而格罗利亚就傻了吧唧在原地等 等警方来了以后 格罗利亚才发现自己射子竟然是德克 格罗利亚发现事情败露 准备拿枪拼一波 但瞬间被制服 格罗利亚被警方带走 留下看守尸体的警察 本片结束 虽然该片被认为无聊透顶 毫无亮点 硬伤太多等等 并对喜欢看鞋点的影迷来说 艾德伍德唯一客气的鞋味都没有 但本片可能是艾德伍德电影生涯中 最完整的一部作品 对于仅仅2万美元的预算来说 艾德伍德已经干得非常不错 本片在当时因为《惊婚记》的缘故 也赚了一些钱 但是艾德伍德在上映前 已经以500美元的价格 把电影给卖了 所以后续的所有收入 艾德伍德一毛钱都没有 但影片的成功 让艾德伍德干尽十足的 写了该片的叙集《亏视者》 可惜的是从这以后 再也没有人愿意投资艾德伍德的电影 1960年 艾德伍德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拍完了自己职业生涯中 最后一部正经的电影 而讽刺的是 艾德伍德最后一部正经电影 是抨击色情的 但从这部片子以后 艾德就开始拍起了色情电影 其余的时间则用来写低俗小说 随着理想的渐渐远去 艾德的许久问题也更加严重 无奈的是 他的余生将以此度过 男党代人打开